香港雨伞运动已经超过一个月 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提出 调查警方在旺角占领区 处理黑帮袭击集会人士的手法 另外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 港府不能代表香港人 计划在APEC会议期间前往北京 直接与中央对话 要求撤回人大政改决议 提出议案的黄一鸣议员 批评自从梁振英当选特首后 不断有黑帮分子出现在支持政府的集会上 竟其雨伞运动中 旺角占领区也出现黑帮袭击 导致有流血事件 例如2012年5月立法会大楼外的反拉部集会 2013年8月的天水围社区论坛等等 评论家连月生直指梁振英是红色附系 和黑色母系结合的产物 这个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偷板印象 有议员认为运动延续至今 接应中共的强硬姿态 节目里面大家都听到很多传闻 六个字不流血不妥协 但是我们见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月 北京的好清楚寸头不扬 另外学人除了计划在APES会议期间 上京向习近平表达诉求外 并将与学民思潮积极推动议员辞职公投 秘书长周永康强调 无论如何都会将这场不合作运动进行到底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